因為我在想 如果我要做一個這麼重大的決定 我必須 雖然她還是個小孩 我必須要跟她分享 所以後來有一天 我記得也是就這樣吃飯 我就跟她說 我說如果媽媽現在喜歡一個人 然後想跟她就是在一起 然後是有婚姻的 你OK嗎 然後我兒子當然就說 欸 她說她是很快 她說媽媽妳希望我快樂嗎 我說我希望妳快樂 她說那妳為什麼會覺得 我不希望妳快樂呢 她沒有說好或不好 對句話好思念 對 就是她當時很小 她那時候是11歲的時候 她說了這個話 好成熟 她能感覺到妳的狀態 就是妳快不快樂 後來她跟我女朋友講 她也沒跟我講 她說那個小浩哥哥呢 我媽媽在說話的時候 小浩哥哥就在旁邊點頭 然後什麼什麼 就很像我跟我媽媽在一起的時候